五座 罢苦不能饶 过云安 山崩地县不能动 这叫稳 正安文两个字 标准 念老 给我们说出来了 什么叫感 什么叫稳 五座 我们住现在五座卧室 坐卧到极处了 一般人都忍受不了了 所以他不安 今天这个是社会 确实富而不落 贵而不安 贵是有地位 有崇高的地位 不安 不像古人 古时候有安文 现在没有了 八库 现在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身老病死 严重 今天北京来的老大夫告诉我们 那现在人的病苦 比过去要增加十倍都不值 病从哪里来的 从饮食来的 啊 现在吃的东西没有安全感 为什么 土地被污染了 种的东西好像长得很大很好看 没有养分 那 科学家 崔岩 养分 以前很小 但是现在长得很大 也真正养分 只有以前小国师的射分之一 它没有养分 土壤被破坏了 所以自缘被破坏了 你怎么办 所以小孩 小小的孩子的孩童就带很多奇怪的病 不能治 不治 人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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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讲到现在的习习 习习习 习习 习习 护 老爸 现在不能生病了 医生不给人治病 医生要要解 他给你治好了 他就没钱赚了 他要给你托我 用这手段赚你的钱 这是什么世界 我们听老人说 中国过去的旧学会里头 最受人尊敬的年中 一种是读书人 一种是医生 这两种人为什么受人尊敬 他是救世的 他是救人的 教书先生 穷秀才 从前不能讲学费 讲学费那就变成生意买卖了 那就学电了 那这个太难听了 老师教孩子 是不收学费的 老师生活怎么办呢 这些家长们 有钱的 逢年过节 多送一点供养 没有钱的 不必送 还有家庭很困苦的 老师有时候还补贴学生 所以教书虽然穷 受到人民的尊重 医生亦如实 医生亦得病人救命第一 不问有什么用医药的话 都说他真用啊 病治好之后 你家里富有 多供养一点 你家里贫穷 供养不起 医生 连医药都赠送给你 他是救命的 他不是要钱 所以这两种人在社会上 受一切人的贡献 现在没有了 现在都是商店 都是商人 医院也变成商业化 学校也成商业化 学校老师上课 大概交一半也不到 剩下的开补习班 通知你的家长 到补习班里学习 补习班不学习 你考试的时候考不及格 你说怎么办 所以每个老师都有补习班 收入就扩款了 这是过去社会的人 想象不到 世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大佛法 我们出出家的时候 老和尚告诉我 叫我放弃学经教 你学那个没有用 那不能赚钱 你没饭吃 那学什么 经餐佛寺法会 这个赚钱 做佛寺都有加码的 都有加码的 你说这种方法 我说我不是为这个出家的 我是为了佛法殊胜 佛法非常好 很喜欢 那么有这个机会能沉船 这是好死 再辛苦也无所谓 佛弟子本来就是 三一一伯母 日中一时 属下一宿 我们比过去已经好太多了 有个小房子 这笔风雨 能吃得饱 穿得暖 够了 其他的不要了 一三 接受老人的教诲 夜门深入 尝试学修 发戏充满了 父子说的话不错 学而是细致 不宜月火 那个月 就是佛法将的 发戏充满 那么现在的佛教 寺院好像也慢慢变成上天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严重啊 要真正发现的人 实际未然的人 要专攻进教 老师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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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在 只要依照这个方法 一样可以开悟 这个方法要相信 博士明星 你要想成就 也满深入 尝试寻修 一三 记住这一句话 无论是学儒 学佛 学道 中国传统的学书 你要真正有成就 你供一样 那怎么个学法呢 就读书千遍 其意自解 那因为 经论的分量 差别很大 不如心经 只有你还没留十个字 那我念心经行不行呢 行 念心经不能算变速 算变速你学不成功 它太短了 那怎么办呢 从头到尾念 一遍一遍地念 你要念多什么 念十个小时 给你算时间 每一天不能间断 一天念十个小时 念一年 这样念上一年 其意自解 心经里讲什么道理 你能讲得出来吗 为什么 一千遍是小五 这一天 一天十个小时 不能间断 世间一切 统统放下 这样念才行 这一千遍 这一千遍念下去了 小五 再念第二个一千遍 第二个一千遍念下去 就是大五 再念第三个一千遍 可能你就明心见性 大吃大五 所以不必要老四 三千遍下来之后 大吃大五 你就是很好的老四 你来讲薄弱经典 不会讲错 一斤同 一切斤同 所以想像华严经 华严经我们汉译的 三次翻译 除掉重复的部分 一共九十九绝 从头到尾念一遍 一般华严法会里头 从头到尾念一遍 要五六天的 他们大概一天是念四个小时 上五两个小时 下五两个小时 那么要念十个小时的话 一天念十个小时 我估计 能够念十句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念熟的话的时候 一个小时一卷 初念的话 生书 一卷要两个小时 九十九卷 一年念下来 一年念下来 大概只能念个几十句 上千步是很难 念个几十句 这样大的经典 一十年为己 你先念上三年 三年小五 再念三年大五 再念三年大车大五 无私自通 要相信这一句话 这么说来 大乘佛法八个宗 都可以兴望起来 真正法院 真正立志 把大乘八个宗派 恢复起来 这个方法 古人也有 宗门教下都有 自己 到这个时候 会有感应 感应佛菩萨 来帮你印证 那怎么有人印证 佛菩萨会帮助你印证 你的成就 感应佛菩萨 给你印证 你在这个世界 就可以有一些 真正这样的学人 你就有资格 给他印证 随身一学 不一定需要老师 需要有横险 需要有定工 永远不转弯 永远不换题目 为什么 它跟文字没关系 它跟言说也没关系 它跟什么有关系 跟心有关系 什么样的心 是道性 我们经体上有 清净性 平等性 觉性 觉就是自间其一 最小的功夫 觉有大觉 有小觉 大觉 有彻底的觉 有彻底的觉 全身不一样 都在功夫 最小的功夫 就是清净性 清净性 神智慧 让我的心 神烦恼 不神智慧 平等性 神智慧 清净性 是孝晨 平等性 是大乘 没有分别 万法跟我谁提 没分别 没执着 绝世称呼 华语 语言教 粗筑菩萨 大吃大悟 鸣心 渐行 那就是 旧 旧里面 有四十二个位子 是主 是行 是回向 是地 这四十 但觉 妙旧 四十二个阶级 这四十一个阶级 主 是妄图 妙觉 回肠就光了 所以这个地上讲 无浊 八苦 不能饶 山崩 地先 不能动 我们先前 用得上了 社会动乱 地球 灾难 普遍 确实 山崩 地先 山崩 今天叫 土石流 地先 大地 突然 陷下去 常有 地震 还小 还加上 瘟疫 到处都有 所以 修学佛法的人 首先 心要 安稳 这两句话 是要学的 无浊 八苦 不能饶 山崩 地先 不能动 念佛的同学 有特别方便的 法门 那就是一句佛合 无浊 八苦 阿弥陀佛 山崩 地先 也是阿弥陀佛 心里头 只有这一句 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 都没有 统统放下 只有一个念头 求生 西方 七六七 等待 阿弥陀佛 来接引 这就对了 又 宗经路易 永明 严寿大师的 驻足 这个里头 有这么两句话 安稳快乐 在极尽妙常 安稳快乐 是世间人说的 极尽妙常 是佛法力 常说的 一丝相同 那 指示我们 怎么修 下面是念楼的主节 又 极尽妙常 极尽妙常 极尽广 事之 生灭 灭意 极灭 为路 这是安的意思 三极一如 无来无去 是稳的意思 这个意思可就高了 真叫妙啊 那 六根 在六尘境界里头 练 练 不齐心 不动力 这个很难 这我们没有资格 为什么 要尽心的菩萨 才有资格 才有资格 或之外 什么都 都不放在心上 接近 接近 安稳 妙常 这功夫 必要啊 如 在这个 冬乱的社会 灾变的地球上 让我们 心安 下面两个字 理得了 理明白了 心就安了 一定要知道 所有生灭法 是假的 社会动乱 现象 假的 幻想 地球灾变 也是假的 而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人心 任务 人心 妄动 所感到的 这些现象 念佛人 把这些四体 都搞清楚了 不受 障碍 你动 我不动 你乱 我不乱 我能守得住 只守住这一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幸运 持民 往生 净土 下面 回归到自信 这就安稳快乐 立足生灭 直到一切法不生不灭 生灭是假象 不生不灭是实相 是真相 这就安稳了 所以安稳我们可以得到